好的 我们接着来做一个主线任务 那任务地点的话 大家来到我们新分担科学院 西北方向的这个传送锚点 好 过来之后 你将视角切换到东方向 前方的话有一个山洞 咱们先往这个方向走 好了 我们先进来 进来之后 在我们的前方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紫色的 这个能量块 咱们先收集一下 我们在这边攻击一下 那这样的话 这个电梯就可以使用了 咱们先上去 好的 我们出来 然后这边的话 继续按照任务指引的方向前进 好的 现在的话 我们就接到这么一个任务 叫做通往起点之路 然后的话 我们开启任务追踪 过来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有一个牢笼关着一个NPC 我们先找他对话 好的 现在的话 我们右转 这边的话有一个机关 咱们先启动 接着我们将视角往下面拉 吸收一下这边的这个能量 好的 再往上面 在门口的上面这里切换一下 然后在这个牢笼的门口 给他冲一下电 然后推出 过来我们将这扇门啊 咱们先开启 好 这里的话 我们被关在这个牢笼里面了 然后这里的选项 大家选择第二个 试试牢笼里面的终端 然后这里激活门边的储人装置 也是第二条 最后一个也是第二条 激活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自己这个牢笼啊 就可以开启了 接着我们按照任务指引 咱们左转进入三洞 好 这里的话 我们继续右转 好 我们讲一下 这个机关如何开启啊 咱们先下来 下来在我们右手边 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光星看到没有 好 我们去找一下 黄色的这个能量块 就在我们后面 来到这边 我们攻击一下 拿起我们这个小东西 咱们放到这里 然后这里启动封场 后面出现了一个封场 咱们先上来 上来之后 将我们的视角 调到东方向 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 有一个齿轮 然后这里有个阀门 咱们去调节一下这个阀门 旋转两下 好的 原路返回 我们从这里直接下来 你可以看到 前面同样也有一个阀门 有两个阀门 咱们先来到左边 这个 咱们旋转两下 然后右边这个旋转一下 好 接着我们继续下来 回到我们这里 然后我们拿起这个 这个道具 在我们左手边有个牢笼 放在这里 按下替剑 然后开启这扇门 我们要拿这个上面的东西 不要选错了 如果你不小心跟我一样 选择下面的话 你继续将这个道具放下去 再开启这扇门 我们要拿上面这个 把手拿一下 好 我们手能拿到之后 在我们后面 将它安装在这里 好 旋转三下 下面的话 我们继续按照任务指引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开启这个机关 接着我们将这两个怪 咱们先清一下 清完之后 我们进入这个电梯 好的 现在的话 我们继续按照任务指引 继续前进 然后这边的话 也是一个机关解谜 咱们先下来 好 这里我们先 移动一下 然后旋转 马上点中指 将管道连起来 好的 我们来到第二个 在我们右边 我们先旋转 然后旋转一下 旋转两下的时候 点中指 再点移动 这里的话 我们要旋转三下 好 这是第二下 第三下的时候 点击中指 下面我们通过分场 咱们先上来 然后你可以看到 上面的话 有个宝箱 我们往这个宝箱的方向前进 好 进来这边的话 有两个怪咱们先清一下 清完之后 然后按照任务指引 然后这边的话 有一个光点 咱们先过去 等一下 等一下的话 这边的话 要我们设法 打开这扇门 咱们先远路返回 在宝箱的下面 有一个缺口 咱们先下来 好的 这边的话 我们首先 移动一次 然后我们点击旋转 马上点中指 好 再移动回来 接着我们旋转两下 一下 然后两下的时候 点击中指 最后我们再移动一下 好的 现在的话 我们将视角往后面看 有一个梯子 咱们先爬上去 好 我们按照任务指引 然后这边的话 来到机关这里 开启 将这个怪啊 咱们先清一下 清完之后 我们要坐这个电梯 我们要坐这个电梯 跑到出来之后 继续向前 然后这边的话 有两个NPC啊 清两个怪 然后最后的话 这边的话就结束了 那这个任务的话 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的话 再讲下一个